66. 太陽報一歲同驗甲流情況危臺 2015年7月11日港文A15 本報信 夏季流感症事約本講 圈繁療鬧中心續接獲一宗兒童嚴重個案 該名一歲男同本月6日出現發燒、咳嗽等症狀 兩日後入住東區醫院 同日轉送兒童心切治療部接受治療 臨床診斷胃肺炎、情況危臺 證實對甲型流感情陽性反應 防護中心初步調查 男同維港人,抹接種流感疫苗 潛伏期間會外遊 其家永僧出現輕微呼吸道病徵 至本月8日錄得108宗成人嚴重流感個案 其中77人死亡 及2宗兒童嚴重個案 甲型H3N2流感型主導疫情 佔77宗 另外,醫管局只對應變種甲型H3N2流感的疫苗 將用不,呼籲長者盡早接種 並且用不,呼籲長者盡早期